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为了调出内奸 沈英杰与官双岳设了一个圈套 宣布当晚要再次将戴岁昌押送去苏北 引诱内奸和鬼子上钩 暗中由张连长代部队在松林沟设下埋伏 原来真正的内奸是萧子平 两年前他利用一支伪军起义的机会 混入了新四军代号韩星 沈英杰押着假戴岁昌 将野田祖引诱到张连长的伏击圈 萧子平顿之重击苦不堪言 关键时刻 作战经验丰富的野田祖 察觉有意 果断撤退 虽遭对手穷追猛打 却逃脱了全军覆没 走 回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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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们 我先当走狗 你好意思哭啊 你还有脸哭啊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吧 是我害了会哭啊 吴大鹏要死容易啊 你把问题说清楚 我立马送你去死 我不是汉奸 我真的不是汉奸 我现在浑身就是长嘴 也数不清楚 只要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 少拿死威胁我 林老师交代 你是怎么和鬼子勾结的 不交代 我全都交代 慧姑 吴大鹏如实交代了他违反纪律 私自与慧姑恋爱的经过 因为害怕受处分 所以他一直悄悄隐瞒着 可是他坚决否认 慧姑和鬼子牵连 更否认自己是内奸 你还不老实说 我亲眼看见慧姑和那个日本女人 亲亲热热在一起说话 你怎么接受 不可能吧 慧姑是个挺老实的女人 她说话都脸红 从小到大都没出过湖山镇 她怎么可能会认识日本人呢 那她为什么要给你杨七 指使你去诱发戴隧昌的老毛病呢 沈阁长 那杨七不是她给我的 是我托她买的 她有个堂兄在洪发商号做账房 杨七不好买 我就托她帮的忙 你不要狡辩了 你必须说清楚 鬼子是怎么利用慧姑跟你联系的 沈阁长 你是最了解我的人 我全家老小都是被鬼子杀害的 为了报仇我才来当兵呢 万难事变 我全班的七兄弟们全部牺牲了 只有我侥幸逃了回来 我和鬼子的深仇大恨不共戴天 我怎么可能给他们当内奸 不疯了吗 我吴大鹏 对死去的全家老小发誓 对牺牲的亲兄弟们发誓 我宁可死 也就不会出卖你们 就不会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追查内奸的工作陷入了困境 对吴大鹏的审讯也没有结果 官书记和沈英杰不得不立下办法 说实话 我是真不相信吴大鹏是内奸 可是 我又看到惠姑和日本女人在一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一个天衣无缝 又一个迷魂阵呢 名枪易躲 暗箭难防 家里出了内贼最危险了 英杰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苏城地下武功队 配合我们查内奸的行动 失败了 还牺牲了两位同志 幸亏我们潜伏在宪兵队的内线 还没有暴露 他们准备再次行动 官书记 真是对不住我 都是我工作不力 才让人家帮着查内奸呢 话不能这么说 不过 我们不能全靠苏城的同志们 还得自己想办法 这几个小时 我突然感到有一种异样的宁静 鬼子来势汹汹 突然就不见了 他们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呢 山雨一来 风满楼啊 我感到一场严酷的战斗 就要来临了 官书记 我忽然有一个想法 也许能够调出这个内奸呢 你说 沈英杰提出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办法 这让官书霜倍感压力 这个圈套太胆大包天了 受有不慎就全盘皆输啊 可是咱们现在被鬼子牵着鼻子走 再加上内奸捣鬼实在是太被动了 如果我这个计划执行得好的话 不仅能引出鬼子全力维艰 而且肯定能暴露出内奸 一举两得 好 马上把张连长请来商量 对了 你不要走围着身边的几个人查内奸 所有参加了这次行动的人都有可能 尽量把网撒开一些 明白吗 明白 就在沈英杰想方设法追查内奸的时候 犯贱也没闲着 他明白很难通过交涉要回戴穗昌 只能铤而走险了 特法院 您别跟那土鞭生气啊 咱拿着长官司令部的公文 那就是圣旨 敢不交出戴穗昌 你知道个屁啊 他们审问戴穗昌想知道的都知道了 再给咱们有屁用 我明白了 原来上边让咱们三日之内解决戴穗昌 就是怕共产党新四军知道 他跟咱们暗中勾结的事啊 你总算开窍了 你想想 重庆方面跟南京汪伟暗中联手 整共产党新四军 这种秘密能让他们知道 那咋办呀 他们要拖着不交人 咱还硬抢啊 老子真人不露相 自有锦囊妙计 对对对对 特派人神机妙算 早就请来屠龙了 屠龙那是最后一招 我现在是要先救出戴穗昌 关于解决戴穗昌的问题 我设计了三套方案 三 先礼后兵 用长官司令部的公文押共党 逼他们交出戴穗昌 这肯定不行了这个 别着急 B 利用内线抢回戴穗昌 这还不行呢 C 派屠龙干掉戴穗昌 特派人 您真是太有才了 您这考虑问题简直是滴水不漏 好了 我们准备执行第二套 B计划 起火内线 安纯 国家兴亡匹复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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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抵制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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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乡们 同学们 我们都是爱国同胞 你们想想 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抵制日货 日本人的工厂就会破产 就会倒闭 他们就没有钱造枪造炮 来打我们 你们说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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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抵制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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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掉日本货 爱国有礼 奏掉日本货 爱国有礼 走 跟我去奏掉日货 好 奏掉日本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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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追我呀 您是 安准 别来无恙啊 乌鸦 你怎么来湖山了 没想到吧 安川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李士宁虽然是汪维汉将的特务头子 可他一直与重庆方面保持着秘密联系 他们一起联合排雇 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正是戴随昌 你想想 要是戴随昌对共党开了口 河畔突出所有的秘密 那对党国将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呀 这 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啊 现在正是党国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必须挺身而出 小岸 我相信你应该有这个觉悟的呀 我能做什么呀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 我 我什么也做不了啊 知道 你不要紧张 我知道你是一个文弱书生 不会让你去打打杀杀的 再说了 你也杀不了 我们只需要你配合我们的行动 配合 对 怎么配合 对吧 范先生 我都是要结婚成亲的人了 这个时候冒这么大险 不合适吧 难道你忘了 加入组织时你宣过的誓言了吗 你刚才还大街上挖啦挖啦喊口号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我承认 我当时在学校加入组织的时候 我是一时冲动 闹着玩的 我以为时间这么长了 我以为你们都把我给忘了 我可没忘了 我可没忘了 我知道你的代号叫安纯 是组织派你到这里来卧底的 我警告你 你要敢背叛组织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我不行 我真不行 别别别别 我干 我干 谁啊 清平 我 谁啊 我未婚妻 怎么办 等等啊 快快快 等等 清平 看门呐 别别别别 别别别 看门呐 干嘛呢 清平 来了 来了 快快 看门呐 清平 来了 阿盈 你怎么来了 你刚刚在跟谁说话呢 真真真 没有啊 嘘 我明明又听见了你的声音 我在备客呢 小鸟飞上了蓝天 别别别 我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神神秘密 来 来 这是我托人 从苏城给咱们订的结婚戒指 你看 喜欢吗 不喜欢 你都没仔细看 我跟你说了 我不喜欢 杨新平 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 你以后少去保卫客找我 我有我重复 你让同志们看见了像什么话呀 那你是我未婚妻 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你啊 小鸟 咱们赶快结婚吧 免得夜长梦多 被人钻了空子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抗日救王运动当中的 如果你不能跟我共同进退的话 那对不起 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 小鸟 你听我说 别跟着 小鸟 万万没想到 安春的未婚妻 原来是共党保卫科的 太好了 你想干什么 我要帮你 只要你乖乖地按我说的做 我就能让他乖乖地回到你的身边 同志们 鬼子的袭击一波又一波 来势汹汹 而我们在湖山的力量太薄弱了 为了确保戴穗昌的生命安全 上级决定 还是要把他秘密转移到苏北根据地区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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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科长 咱们昨天夜里押送戴穗昌 在新纲岭被阻截 现在又要转移他 会不会更危险啊 敌人肯定不会想到 我们这么快就再次行动 只要计划周密 行动迅速隐蔽 我们就能出其不意地闯过去 什么时候转移 今天晚上八点 准时行动 具体路线和方式是这样的 咱们哪 从镇北进山 然后穿过松陵沟 来到湖边 敌人呢 肯定会从这边过来 这样会打一个交叉的方向 婆婆 婆婆 小米 让你休息 怎么又扫地了 小妹妹 做人要执恩图报 你们救了我的命 老婆子记在心上 我给你找了一条被褥 待会儿放到你屋里 小妹妹 我碰到你这个活菩萨呀 真是上辈子修的福啊 我来帮你走 不用 我自己来 门上门上一起走 我自己来 天亮之前 我们必须把戴穗昌 送到分水岭 黄司令 已经派人在那接应我们 交接完毕 任务就完成了 明白吗 明白 同志们 这次绝密的任务 是黄司令亲自交代的 转移的时间 方式和路线 只有在座的各位知道 必须严格保密 要是谁走漏了风声 那他就是鬼子的内奸 我会严惩不怠哦 是 准备吧 小平 你这伤怎么样了 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 这么重要的行动 我怎么能拖大家的后腿呢 放心 我的伤没问题啊 好样的 那你先休息休息 我去找官书记汇报一下 好嘞 好 小敏 怎么还没回去啊 爸爸 你看 波婆婆精神不 精神 精神多了 长官 不要赶我走啊 我能干活的 婆婆 你不用担心 我爸爸已经收留你了 小敏 赶紧回去吧 再不回去啊 你奶奶该担心死了 走 那婆婆 我明天再来看你 好人哪 真是活菩萨 这是一招险棋啊 走得好 一箭双雕 能把鬼子和内奸都引出来 扭转我们被动挨打的局面 如果走错了 就雪上加霜 非但损兵折将 还保不住戴隧昌 官书记 这个圈套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 我带着保卫科的同志去做诱儿 张连长带人埋伏设陷阱 只要内奸把情报传出去 鬼子肯定上当 我现在还是想不明白 这内奸怎么跟鬼子联系上的 我最担心的是 咱们人都调出去了 湖山就很空虚 这万一鬼子要是识破咱们的圈头 反咬我们一下 怎么办 我已经想到了 通过这几次交手 我已经发现了 鬼子呀虽然火力很猛 但只是一支精锐的小分队 人数并不多 你们看 咱们选择的伏击地点 就是松林沟的土地庙 这儿到镇上 有头进入 校部长 手怎么样了 没事 好多了 对了 我想休息一会儿 别让人家打扰我 是 来 小子屁 我非常欣赏你 谢谢港村重座 我现在交给你一项秘密的任务 失诚之后 你的前者 哪大得无量 要为皇军想到 谁也没有想到 真正的内奸 并不是吴大鹏 而是萧子平 两年前他利用一支伪军起义的机会 混入了新四军代号韩兴 直接放在开队 继续 原来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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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看 真好看 那叔叔来教你们怎么样放风筝 好不好 好的 那打着 走走走 咱们到那去 好 走 飞起来了 好高啊 飞起来了 好玩啊 好高啊 原来吃里怕外的内鬼就是你 好 头叫鬼 还行我跟一个叫鬼儿的 你去吧 贺子太君 什么情况 戴随尚今天晚上要秘密转移了 转移去哪里 去苏北 苏北 保卫科负责送他到分水岭 共产党的部队在那接应 转移的时间和路线 今晚八点 从镇北金山穿过松林沟 在这儿 你的情报太重要了 消灭戴岁昌 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我们野田祖马上行动 赫子太君 那个沈英杰很厉害 你们可要当心啊 野田祖对付他 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讲 就是杀鸡用牛刀 这个你不用担心 对了 今天那离婚阵苦肉计怎么样 按照你提供的惠姑情况 我们嫁祸于人 那个惠姑一死 死无对证 共产党就不会再怀疑你了 我差点就被你们打死了 这个绝对不会 东条军是射击冠军 大名鼎鼎的神枪手 他想打你的左眼 绝不会打到你的右眼 虽然现在他们把吴大鹏作业内剑了 可我有可能早晚会露馅了 贺子裁军 我想这次行动结束后 我跟你们一起回苏城 不行 你的取留必须由岗孙中做决定 可我的处境太危险了 我这 这是一个无线电发射器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你只要按下它 我们就会知道你的大概位置 王盖世 孝股长呢 在屋里休息呢 他交代了 别让人打扰他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在门口等他 好 我门口等你 在门口等下 他的课程中 在门口等下 我的课程中 在这些游戏中 我看能够 我看能够 你 我看能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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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